8月19日,土耳其足球超级联赛,科尼亚体育穿上一款特殊的球衣,他们在袖口处印上土耳其里拉的标志,支持正在经济危机中,风雨飘摇的共和国,里拉贬值将土耳其足球的债务问题。 进一步摆上台面,暴露出各俱乐部,多年来的段视,与经营不善,近几个三季,债务成为困扰土耳其俱乐部的首要新兵。 土耳其NTV体育频道今年7月公布的数据显示,费内巴切,加拉塔萨雷,贝西克塔斯和特拉布中,体育的债务总额达到92亿里拉,是2012年的3.6倍。 其中费内巴切的负债,高达32亿里拉约6.2亿欧元,其他三对的债务都在10亿里拉以上。 欧足联财政公平法案负责人安德烈亚特拉维尔索,曾在采访中表示,俱乐部负债高于资产,土耳其联赛还是独一家。 欧足联在2011年引入财政公平法案,确保各聚乐部实现收支平衡,以防日后出现财政危机,针对违反法案的球队,欧足联会采取罚款,限制转会与注册人数等处罚,甚至剥夺严重者的欧战资格。 2016-17赛季,加拉塔萨雷就曾迎请一周期的财政问题,被欧足联禁止参加欧洲赛事。 今年6月财政公平审核,这家老牌强队又因为遵守收支平衡规定而中签协议,并将面对最高1500万欧元的罚款,缺乏和持续的经营理念,是土耳其球队深陷债务麻烦的主要原因。 1.德勤2018年度报告显示,土超联赛在1月到1期三季的总收入达到7.34亿欧元,其中转播收入为3.52亿欧元,这两项均仅次于五大联赛,然而部分收益并未备用于偿还债务、情绪电设以及完善运营。 2.大聚乐部希望通过短期内一键墙员提高成绩,进而获得稳定的欧关收入,但由于球员高薪低能以及磨合不利等因素,土超球队不仅没能在欧洲赛场取得突破,反而陷入在台高筑的恶性循环。 值得注意的是,大多数土耳其俱乐部通过欧元支付球员工资与转会费、门票以及转播等收入则以理拉结算,证明如此,近期的货币贬值加深了土耳其俱乐部的财政困局。 在物价所预发难解的背景下,土耳其俱乐部的引人与舰队思路开始出现转变,伊斯坦布尔三强在金下转会窗的总投入,近为1850万欧元,最大手笔不超过450万欧元。 相比之下,去年下窗进加拉塔,发了一家的转会开销就超过4000万欧元,好的一面是,各队捉襟见捉的处境,为年轻球员的展露头脚提供催化剂,并促使习惯大手大脚的土超强队重新思考球队的未来。 既培养出云戴尔以及色云居等本土星星跟阿尔地洛尔度之后,更多俱乐部开始重视年轻球员的价值。 在战务问题最为尊重的费内巴切,新主席阿里科几位俱乐部带来一阵春风,就为土耳其首富家族之子并未打自招兵买马,而是将更多资源投入到俱乐部与青世营的建设,并请来善与年轻人共事, 都和来源刻铺指掌笑点,这股新鲜空气甚至成为肩下土耳其联赛的关键词,激起各队间的良性竞争。 如今的土耳其足球呈现出积极的态势,这很大程度上都要感谢阿里科齐,贝希克塔斯主席菲克雷特奥尔曼说道, 他致下的黑鹰在近几年采取审慎的转会政策,主演于海外商业开发,寻求多元收益模式。 在理财方面堪生当今土耳其足坛的优秀范本,不可否认, 被内巴切之春难以成为改变土耳其足球环境的决定性因素, 结构性调整与政策变革才是关键。 大多数土耳其足球员归会员联合所有,主席任期为两个三年,且无需为球队负责担责,导致经营理念常故与短视思维。 今年7月,土耳其足协发布新政,规定俱乐部主席将为各队债务负责, 这被试图改善球队架构的重要一步。 接下来,是扩大会员范围,并延长主席任期,还是干脆推行俱乐部自由化? 土耳其联赛的未来何去何从,需要时间给出答案。